在台湾跟新加坡同时成立 优纳比从2016年在台湾跟新加坡同时成立 我们在台湾铺盖一个叫做SIGFOX的物联网专属网络 首先我们是一个新型的电信商 也做很多台湾最强的地方的 就是我们做提供OEM、ODM的服务 也就是说用SIGFOX的技术去解决我们客户希望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能够提供客制化的硬体、软体、整合 给到我们第三方客户一个他在全球需要去推广的一个新型的商业模式 目前SIGFOX全球有53个国家 比方说我们有一家蛮出名的客户叫做Airbus空中巴士 他们在飞机维修这块飞机维护 在飞机降落到起飞之间所要做的所有的工程 维护工程跟这个就所有的工程都希望能够用物联网去智慧化 所以比方说一整个机棚里面一个大机棚里面它所有的工具 它的所在地在哪里 怎么找到我上次我现在需要用的不同的设备跟工具 或者是甚至比方说我们跟空八以及台湾华航 华航在桃园机场的机棚有六七十个地勤设备跟车辆 就是用我们的SIGFOX网路去做车辆的跟设备的一些监控跟追踪 SIGFOX在台湾生态圈的推广一直是我们用那笔认为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从半导体 从硬体的研发 从连上我们网路以后需要的云端及软体开发 以及把这整套系统整合给 在不同的跟别的系统一起整合给最终用户要的系统整合上 以及最终需要用我们网路去达到它的新型的商业模式的最终用户 这整个生态圈是很重要的 所以用台湾的生态圈去贡献给全球SIGFOX的生态圈 全球的SIGFOX市场都是他们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输出的一个机会 以生态圈的打群架的概念去一起去推 一起去供一些我们在全球已经有SIGFOX的网路的国家 我打个比方在新竹竹科这边有两家 算是比较早就做出SIGFOX的通讯模组的半导体厂商 他们要推动的硬体厂商就有介绍给我们 那用那比以一个SIGFOX Operator就是我们简称SO SIGFOX在台湾跟新加坡的SO 我们认识全球50多个SO 每个国家的需求他们会给我们反映 甚至他们更希望我们台湾赶快做出Made in Taiwan的感测器 这家新竹在中和他们很强 他们把硬体加上软体都整合成功 然后在117年的时候去了SIGFOX第一届半的全球大会 布拉格的全球大会 然后就一次一炮几红就开始卖 卖给差不多10到20个国家的 他的这个任命物流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希望台湾这么重要的一个全球的硬体 硬体供应链能够有更多这种对象 如果是从一位想要创业的年轻人的角度 第一个你先看你想要解决社会上什么样的问题 你的商业模式是解决什么样子你观察出来的问题 不管是从硬体就是说比方说 EE Engineering这块在硬体的研发 或者你是专门写任体的 或者你是专门写APP软体的 SIGFOX的商业模式是一个 我们通常说小量的数据 小量的耗电 然后全球性的网络 这三个优势如果开始去想 用他的思维去看所有的事情 这是一个颠覆我们传统 传统通讯 智通讯产业的一个新型的想法 走出他的代工思维 自己下海去做SIGFOX的营业模式 这样子跟我们一起共创全球的这个市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